晚安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蔡英倫 首先我們來關心 現在不只有千元的假鈔 還有五百元假鈔 檢警是在偵辦毒品案的過程當中 發現嫌犯持有大量的假鈔 結果巡線追到上游 發現是一名畫家製作的 而且這些假鈔還可以躲過 驗鈔機 專家小組蹲在畫絮地上 查扣一罐又一罐的原料 等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這能做什麼 就是光靠這些再加上宣紙 以及影印機等 就能做出高方的五百元假鈔 刑事局警方抓毒販 就案意外查獲未抄工作室 因為在逮捕的過程當中 發現大量假鈔 同時間又截獲央行通報 巡線才追出上游甜心男子 當你帶著五百元鈔票 到店家消費的時候 一般店家收到之後 會先看看上面的浮水印 到底有沒有 不過這次查獲的假鈔 上面有浮水印 不過哪一個是證 哪一個是假 你分得出來嗎 花五百元只能買到三張 這種假鈔五百 價格不便宜 敢這樣喊價是因為 甜心嫌辦特地從德國 日本進口 做出來的衛鈔還真的非常像 連承辦遠景都 驚呼差點被懵 仔細比一比 左邊是真鈔 右邊是衛鈔 第一眼根本難分辨 必須得靠觸感來判斷 左上角右下角的五百元字體 真鈔有粗糙感 夾得很平滑 另外還有這一處 會變色的才是真的 天性男子美術學校畢業之後在自家畫室工作也熱愛油畫 卻走歪路做假鈔 尤其專案小組透露 過往查獲的賈美鈔台幣都是五人以上犯案 這次卻單靠他一元做出高訪的五百元 只落網時他對於案情多有隱瞞 是否流入市面的更多 還得繼續查 好 就待您持續追蹤 嫌犯說他曾做出三百張五百元的假鈔 想騙販毒集團 不過現場查獲的只有二十四張 因此恐怕有超過兩百張在市面流窄 收銀時還是會特別看一下手上拿到的這張觸感是否怪怪的 簡單檢查防偽線再往燈光照一下 大家都會做 但畢竟面額小的鈔票很容易被忽略 雖然市面上最多的是千元假鈔 但一百五百到較少流通的兩千元也有假的 店家還真的收到過五百元假鈔都沒發現 拿出這波警方查獲的五百元假鈔 連可驗真偉的驗鈔機有時候都難以分辨 可見仿真程度之高 連機器都有機會被騙 二百元 已經查過二十四張都是央行二度檢查時才發現 在民眾手上早就經過了好幾手集團聲稱他們曾做過至少三百張 想騙販毒集團但後來穿幫不排除至少三百張流入了市面 而現在只找到二四張剩下的兩百七十六張疑似還在流窜 如果再把它做舊一點 把它弄得像舊鈔一樣的話 你拿到手上第一時間不容易分辨 警方也發現民眾在網絡PO文曾收到過五百元假鈔 序號就跟這批假鈔雷同 如今疑似還有超過兩百張人未查獲 民眾收錢的同時得多注意 可別因為面額較小就沒去檢查真偽 DVB宣傳王華林冠宇 新聞新聞報導 好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選戰的氣氛越來越濃 先來聚焦在民眾黨的柯文哲身上 他今天跑到東台灣花蓮成立了選擇之友會 除了戲講跟陳佩琪的愛情故事之外 他炮火也對準執政黨 算政府很懶惰 郭台銘你用三字小豬吧 說要邀請你 今天沒有留吧 市長飯店沒有東西合作 又被問到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柯文哲再度不理 毕竟重頭戲在這裡 選擇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選擇之友會花蓮成立 台下一片水藍之源旗 柯文哲開口先談陳佩琪 兩人的浪漫愛情 這個當年我跟陳佩琪 還剩男女朋友的時候 像說我在花蓮跟陳佩琪一起 大概有兩三個月都在這裡 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有來過花蓮 所以對花蓮第一次來 那個等於帶男女朋友的時代 就是在花蓮入國 說因為陳佩琪對花蓮很有感情 但對執政黨批評 絲毫不留情 政治真的就只有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你看看現在的政府 對的不做 不對的一直做 那很難度 一個花東壞銷花40年 我就不理就好 40年 那你乾脆說等到反攻大陸以後 柯文哲搶攻花東 下午舉辦演講會 可是被問到這題 對不起 目前是讓你有受到 高宏安的事件影響 聽到官司纏身的高宏安 柯文哲眉頭緊皺 還歪了歪頭 似乎煩惱全斜臉上 這趟花蓮行 這件事也引起泛藍陣營關注 議長對柯主席的來訪怎麼樣 來拜會挺猴的武黨聯盟議長張俊 他的妻子還是柯文哲的 女力後援會會長 是不是要把妝也引來外界想像 TVBN新聞高志宏 花正森李宗澤 花蓮採訪報導 另外國民黨的侯友宜 今天也到了外縣市 他去了台灣最南邊的屏東 只是一整天下來 始終不見挺郭派的 國民黨議長周典論 反而是周典論的女兒 公開表態 不如人家 主人在後 侯友宜 屏東採檸檬 自顧自解說 接著化身 捕蝦高手 直北養殖場 關心地方產業現況 但賣不出去 怎麼辦 身為西北市長侯友宜 開出支票 你這麼賣不吹雷寶 走啦 各五天福 來 放棄我們的姜桶心理 各位看那邊 幫你 三來看那邊 好不好 好 解決外銷 新北同胞 往屏東延伸住腳 但參選後 屏東二訪 挺郭派的藍議長周典論 上午下午整會不聞不問 今天沒有致電給周典論議長 其實我非常謝謝 今天來了很多的貴賓 給我支持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來了好多好多屏東 非常具有代表性 可以帶動屏東發展 很重要的地方好朋友 就算議長因故未到 至少還有一元撐腰 就連過去大戰郭董 有關公精神的他 都整天陪同 這個跟陳姓沒有關係 我跟關公的部分 我講正義 我今天全程陪他到現在 我發覺他是一個 真的非常接地氣的一個市長 未來應該會是一個好總統 一面挺郭 一面大力捧猴 這要怎麼說就好比一家子裡頭 議長公開挺郭 他的市長女兒表態挺猴 讓我們的猴總統可以高票當選 那郭台銘呢 前一天他突然引用了 三隻小豬的故事 說要邀請侯友宜柯文哲 喝咖啡談合作 侯友宜今天給出了正面態度 而郭台銘也說 過去就讓他過去 來到中正區參加座談會 里長雖是國民黨籍 而前一天郭台銘 拋了三隻小豬議題 把在野三人比喻成小豬 只是這故事大哥二哥家都被拆了 到底誰是最聰明的哪一個 語帶保留不多說 但被點名的這麼說 我親自三次登門拜訪 不得齊門而入 今郭董也喝咖啡 你爸上我更該展現更大的誠意 再次登門拜訪 怎麼樣團結合作 我沒有預設立場 我覺得過去的就讓他過去 下一句難道是要接 從頭喜歡你嗎 而侯友宜公開說 先前誠意從沒小過 但三顧茅廬都未果 過約喝咖啡能團結當然好 倒是主席團結兩字說到快爛掉 若能坐下談的確跨大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就怕有人覺得憑什麼要我當小我 好三隻小豬的故事能不能起作用 還要看各自的大我小我 還要看各自的大我小我怎麼思考 拿下了第一名 還是甩地第二名的民眾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的19.6 還有12.4的侯友宜 不過在政黨支持度交叉分析上面 你可以發現民進黨的支持者9成3 是看好賴清德的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是4成6看好侯友宜 至於民眾黨則是5成4看好他們的黨主席 但我們就帶你看到的是在選民分析上面 我們都知道這三位總統的參選人裡面 他們都有各自的本命區 像是賴清德是台南 柯文哲是台北市 侯友宜就是新北市了 不過在這三個縣市裡面看好度 幾乎都是由賴清德拿下第一 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在25歲到34歲的選民年齡成分析 這個部分就要特別注意了 你看看好賴清德的是 百分之40.7 跟他微微差距 0.4的就是柯文哲的40.3 那麼侯友宜在這個族群裡面 只有10%的看好度 不過除了在這個年輕選民的族群 這兩個人看好度比較近之外 其實在其他的年齡層都一面倒 看好是賴清德會當選 敏感問題沒有回應 畢竟AIT處長得保持中立 但副總統賴清德出訪巴拉圭過境美國 似乎在民眾心中留下不錯的印象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民調顯示 有超過56%的民眾看好賴清德當選2024總統 賴副總統此次出訪行程 除了受到許多外媒肯定外 在國內也有許多民意調查顯示 賴清德副總統在治國能力 都是最佳的總統候選人 順勢推銷賴清德才是最好的總統接班人 只是靠外交拿下好成績的副總統 是不是出訪太累了想休息一下 這是在說賴副忽遠忽近嗎 嘉義議員用歌曲猜不透來配樂 宣告賴清德原本20號要到嘉義的拜廟行程 臨時被取消了 據了解這個行程原本只是擬定 經過評估後賴辦決定再找時間過去 雖然嘉義拜廟先暫停 但近10位民進黨立委們跑到曼谷 幫賴清德成立泰國信賴台灣G友會 另一群立委則是幫忙鎮守國內 連國民黨自己本身的陣營裡面 對於他們所推出來的一個獲選人 看起來是悲觀的 隨著侯友宜民調上升 民進黨對他火力開始加強 不再止竹打科 而是改變策略 侯科綁著他 他傾向一邊打一邊的時候 很可能反而會讓對手的氣勢打高了 至於最低的這一個人 他主要可能就會有一部分 會出現我們講的所謂的氣保效應 就怕對手出現氣保效應 反倒害了自己 賴正銀平均分散活力 要確保自己能當第一 國民黨議員徐巧鑫再度爆料 說雲豹能源董事長賴靜林的協會 在2015年去過對岸交流 而賴平瑜又因為反服貌一戰成名 因此徐巧鑫酸非常雙標 賴平瑜家族就是在包牌 不管在這個能源策略上面 或者是在兩岸經貿上面 那他也是抗中保台的一個代表人物 可是他的爸爸賴靜林 這個不當立委之後是商人 酸度再度破表 徐巧鑫爆料賴靜林家族 女兒賴平瑜反服貌 大賺政治紅利 賴靜林立委退休後 研究賺人民幣 方面抗中保台 一方面反服貌 但另外一方面你們又試圖 想要去賺大陸的錢 賺飽飽 民進黨非常荒謬 新潮流非常離譜的地方 另外有臉書粉專影射性十足 說光電業者要廣射的貓膩 除了可以多加投標搶標 也很可能要重複申請設置 光電板補助 能源局高調發新聞稿 指控捏造法條 罕見報案提告 共識民進黨黨籍的候選人 就捐了59位 高達1468萬 其中我們的小公主就拿了75萬 藍營另一邊繼續炮火猛攻 質疑雲爆能源成了新型綠色黨產 雲爆能源發言人張建偉發出聲明 賴靜林年度薪酬約225萬元 加上雲爆董監酬勞200萬元 共計425萬元 在業界還已經算偏低 在國民黨的過去 很多的退下來的一些高官 那其實也都到能源公司裡面去了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著墓 在民進黨的前立委 絕大多數都是擔任 已經非常年資悠久的上市櫃公司的獨立董事 實際製店賴品於截稿前沒有回應 綠店背後的經濟利益藍綠隔空交貨 TVBS新聞花正森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而最近對岸也宣布 對台灣進口的聚碳酸酯 課針反清銷稅 這時間點正好就是副總統賴清德出訪的期間 這會對台灣廠商有哪些影響呢 再交給佳琦 大陸對台灣的聚碳酸酯 課反清銷稅 這下前立委郭正亮不淡定了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大陸針對台灣進口的聚碳酸酯 現在要課反清銷稅了 經濟部怎麼說呢 經濟部就說 就幫助企業分散市場降低依賴 結果前立委郭正亮就不淡定了 他就跳出來說 這是不是對於副總統賴清德出訪的不滿 所釋出的警訊 他說你看去年就把台灣立委反清銷的對象 至今已經過了八個多月的程序了 重點在於宣布的時間很彈性 又恰巧遇到了賴清德過境的時間 這兩者是不是有關聯呢 他甚至舉了一個例子 可以看到他說 當初鳳梨跟釋迦被制裁的時候 農委會不也是這樣講嗎 說要幫你們來分散市場 只會凸顯民進黨政府 沒有能力來跟中國接觸 那麼現在也沒辦法 直接來對接商量 所以郭正亮就講了 這政府怎麼可以這麼可惡 讓台灣的企業鼓勵他們不斷加碼出口到中國 那麼現在遇到問題了 就兩手一攤 說沒辦法來協調 只會回來跟廠商說 我們會分散市場 幫你想想辦法 他認為政府該做的不只有這樣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政治資訊